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中国发表了最新的拟针机器人 这个拟针机器人做起来是160公分高 50公斤 这个女的看起来碰壁要碰壁 皮肤是用矽胶做的哦 那看起来还有柔光的效果 他们说这个拟针机器人做出来之后 他很美丽 有个性 而且很聪明 怎么说呢 他说他自己会用微波炉来微波食品来吃 这种机器人你会喜欢吗 首先欢迎国际行政专家赖月前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许观众者余远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城市科技特业老师李祈月 大家好 大家好 君想跟网站总编石校伟 网站好 大家好 王陆官大嘉 欢迎朱学和 各位大家好 中国的机器人女神 随着科技日益进步 机器人的发展角度不断加快 拟针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耗时三年所研发的拟针机器人佳佳 拥有长发大眼和好身材 号称样貌取自五位中科大笑花美女 能跟人互动对话 说话时脸部表情和嘴巴都会配合反应 还会不时眨眼 眼珠也会转动 除了喊你一声主人之外 拍照时如果相机靠得太近 他会说这样拍得脸大 效果十足 这样拍得脸大 另外香港有位42岁平面设计师 费时一年半 在自家阳台打造真人尺寸的 拟针机器人Mark 1 全身结构有七成是利用3D列印打造 造价超过5万美元 Mark 1脸部表情丰富 也多了几分淘气的感觉 穿在他漂亮时还会笑着道谢 我刚刚那个佳佳拟针机器人 身材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是 那你觉得他像谁 虽然是五大笑花合在一起的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中国的中科大 中国科技大学大概是相对于中国来讲 有点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 你说这个拟针机器人做了十年做出来了 是 因为那边就是一群宅宅 我讲明白一点就是那是工程师大集合 全中国最多理工人就在这个学校 所以那你当然可以知道像我也是工程师背景 所以你知道做机器人重点就在于 你要让人家开始认为他是人 所以请注意胸部为什么要做那么大 就是因为你要让大家明确的理解 这是一名女性 而且这个皮肤要仿真 是 他的皮肤 目前有触感 这个触感我们就不敢讲了 好 但是拍起来是真的很不错 那我相信他们在材质上花了很多功夫 因为据说自带柔胶效果 也就是人家那种一般真人美女 还要拿那个自拍神器拍之后才柔胶 他们他自拍就已经违犯珠光 看起来很贵气 不用再什么一件再把它柔胶 就拍照片就这样子了 但你知道确实这个中国大的技术力是很强的 它其实是一连串的技术演变过来 因为它跟这个佳佳 其实同时宣布的是一个界面 就是让你可以操纵机器人运作的界面 那坦白讲你刚刚看到 这个佳佳其实已经出席了好几场活动 包含了什么第一届中国机器人春晚 包含了相关的人跟机器人之间挑战的活动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个其实真正突破的地方 是在于他的脸部整体的自然度 其实坦白讲我在这一点一直很质疑 就是到底是机器人变得更自然 还是郑妹变得更不自然 就你看起来 你知道他跟你在网上看到郑妹很像对不对 对 那问题是那些郑妹本身也修图 那一定是可能是把它稍微揉焦之后的样子 是所以你看到本人真的正背可能会失望 刚台上台下一比较 你会发现底下做真人没有佳佳症 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机器人逐渐逐渐在朝向人类迈进的 其中的一个里程碑 也就是你远看跟近看 他的表情已经很自然了 虽然表情种类不多 因为表情要用肌肉 脸部的肌肉 那个以目前机器人技术来讲 微调比较困难 可是整体的自然度已经相对提高 因为他是从中科大以前的计划叫可佳 一路演变过来的 还有可佳 有 但可佳比佳佳要聪明多之 他不正 所以大家就不报道 比较丑就对了 对 他就是一个机器人的prototype 那这虽然也是prototype 但是因为你看脸相对已经比较拟人化 所以他们希望目前的这个佳佳 已经可以做到说 他是一个可以导航 虽然只能用飘的 也就是那个脚 两足步行其实很困难 我还以为说佳佳用飘的 不不不 他就只要有轮子 轮子用推的 那你这样子 不要用推的 他让你让他开过来 你看是不是就用飘的 遥控他像变小倩一样 对 那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两足步行太困难 现在把脸做得很像真的 他还能做到 譬如说两万平方公尺的一个大卖场 你带他逛过一次 他就记得了 他可以带你 真的 他把所有的pin point定位点 统统记住 就不会再迷路了 这一区是买肉的 这一区买蔬菜水果 他就记得起来这样 对 那但是接下来要再往哪个方向走 要看家家的这个背后的指导团队 要决定怎么走 譬如说第一个 可以走长照 对不对 老年人如果要照顾的话 那你想想看 这机器人可以推你出去 这个晒太阳做轮椅 那另外一个就是短照 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这种 阿宅交不到女友怎么办 也就可以找家家来帮忙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机器人越来越模拟 其中一个关键是3D裂音 越来越像人 像香港的这个case Ricky Ricky Ma 做了一个 看他手怎么看起来这么猥亵 到底怎么搞 这样图片有点故意 刚好 那他花了5万美金 打造了一个仿造外国明星的机器人 他没有正面承认 因为怕被人家告 但你看他的表情 他的身体比较不自然 但他的表情也是相对自然 因为整个都是用矽胶3D裂 也就是以前有个大问题 你矽胶要开模成本比较高 但你现在如果能够用矽胶 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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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出全身来的话 相对的难度就比较低了 他干嘛把肋骨拿出来比 真的是 这一切就是白骨关嘛 就大家要有哲学的立场认名 所有的美女不过都是皮下 不过听说这个香港导演 是自己一个人研发出来 是他真的 厉害 奇怪今天一直提到他宅 他真的就是自力研发 他说小时候看了一个日本的漫画 模型三四郎 那他想说那我也做出来 我这辈子做了那么多的 包含了乐高 包含了这个3D裂印 我现在把它集合在一起 我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机器人 目前还有改进的空间 那但是至少我们看 整体的运作已经是相对低成本下 而且可以很自然的推动 那你觉得两个到底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两个差别就在于可动性 因为香港这个版本 这个Mark 1 也就是Scotty Johansson 对 他的关节可动是比较多的 但是佳佳因为着重在脸部 所以他的移动 还有很多的这个对白等等 都是要幕后操作 所以以可动性跟自动性来讲 香港这个版本比较好 但因为中科大会持续的 对佳佳再做upgrade 也就是可佳的版本是比较聪明的 还没有完整的移动到佳佳的身上 所以接下来如果再做移植的话 佳佳会变得更先进 但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理论 什么关键 机器人越来越像真人 到底是好还是坏 也是耶 如果像真人的话 那就不用跟人在一起 说实际上说 但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看过美国狙击手这部片 有 美国狙击手你知道在美国票房很好 但里面最被网友讨论的 竟然是这个画面 这个是一个妈妈在喂奶是不是 也就他抱小孩了 他当场也不一定有喂 然后美国狙击手 就这个Bradley Cooper 就跟他把小孩借过去要抱起来 结果这个画面变成最多人讨论的 因为那个baby是假的 因为在美国 现在这种小朋友 不可能找真人 因为会违法 所以他凡是婴儿 不管是 看 有没有觉得很假 这个就很假了 这个婴儿好像是挂在 他爸身上一样 刚妈妈抱的时候还没有很假 现在就看起来蛮假的 对 因为婴儿会有重量 而且他抱在你身上的时候 手应该会自然的配合跟移动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知道在电影里面 一切都正常正常 忽然到这个画面 大家出戏 因为他觉得很突兀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 人家就质疑 奇怪你克林伊斯威特拍这部片 为什么在这边刻意露出一个破绽来 蛮真的 你看他的手 在摸他的妈妈 他还有抽搐一下 抽搐一下 蛮真的 可是问题是抱到爸爸身上 就露现了 因为那个知识跟肢体不对 好 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了 机器人越来越逼近真人 背后有一个心理学的理论 叫做恐怖骨理论 什么意思 恐怖骨的概念就是 当一个机器人 做得初步像人的时候 越像越像 人们的好感度会一直提升 稍微提升一下 对 可是做到真正太像的时候 你好感度会突然之间暴跌 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变价 应该这样讲 好 暴跌还没完 这个恐怖骨理论还要再走上去就是 好 那接下来呢 如果又做的过了这一个threshold 过了这一个关键点之后 你又做的更象征的话 那好感度还会回升 会有一个波浪型的方式呈现 对 好 第一个 有些人说这是未科学 但有些人说在生物演化的理论上 是有根据的 像譬如说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 这一个机器人 远看还蛮正的 那好像这个觉得说 很不错 人类科技有先进 我远看是一个蛮正的人 但是你的心智会让你不断地在已经很接近的细节当中 挑选你觉得不自然的地方 然后把它无限放大 等下我们人类会挑他的毛病 是 因为这个感觉有人说这跟进化论有关 也就是因为他虽然像人 但却不是真人 他毕竟不是 他要这个人类这个反应 要避免你跟他交配 因为这个交配原因 对不起 大家不要想到其他地方 不是因为你交配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因为如果你像真人 却跟人类有细微的差异的话 传统上在以前的世界里面 大概有DNA的病变 你可能有某种隐而不见的病变 你的基因或者你的演化 会要求你不要跟他交配 因为他不是人 所以他会把你对他的恐惧放大的时候 那现代机器人正好跨在恐怖理论的边缘 毕竟他不是人 是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让他能够做长照 或者能够替代人类 因为希望他很像人 对 所以这个逻辑上很没有 这个听起来很怪异 希望他像人 但是他又不具有人的升职能力 但你又必须要一路把他做到更像人 那可是你做到更像人 像现在这个状况 就在恐怖谷的下坠区 你看起来很像人 可是你觉得好恶心 有一点 但如果他再继续往前推 也就是他的脸部 其实做到像家家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Mark 1一样 你的好感度又在拉高 所以人类现在对机器人最大的困惑 就是石黑号希望 这是日本的一个机器工程 专家 他希望能够一路把这所谓的恐怖谷理论推到极限 所以2015年有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机器人叫做Liona 你是说这个Liona也是机器人 他演的也是机器人 所以他是一个机器人演员 演机器人在里面陪伴一个受到核污染的另外一个人类 但是很妙的是 他的外形是一个22岁的日俄混血 然后他在里面其实是不能走动的 可是11号为什么要配合的推出这部片叫Sayonara 是因为他想要让你测试一下 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这种像人 却又不是真正的人 人类会不会渐渐习惯 如果人类会习惯 那接下来就妙了 我们会推出更多这种迷人机器人 而且在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开始渐渐取代 像长照 你看他在电视上是可以受访的 除了不能走路之外 他也会受访会讲话 对 因为他的表情 他整个脸部全矽胶之外 有12个气动装置 也就这边鼓一点那边鼓一点 这边稍稍膨胀 可以像人的脸 对 会把你的整个表情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已经很接近了 你看觉得会有点不自然 可是你分辨不太出来 他就很像 对 那对人类而言 我们现在正跨在进化的边缘是 我们以后要能够接受跟机器人谈恋爱吗 你接受吗 我觉得我目前还好要看机器人正不正 你不怕你老婆生气 反正是机器人 你老婆怎么会生气呢 我平常很爱打电动 难道我老婆会弃PS4吗 但是如果他今天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你老婆会生气啊 因为他跟人类之间没有分辨 几乎一模一样了 对 那你到底是爱上一个竞争对手 还是爱上一台机器人 很挣扎 对 这就是变成一个道德两难了 但希望现在 接下来机器人的进展 可以更快一点 让真正的跨越机械跟人类之间爱情 可以发生 中文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整顿军区之后 现在多了一个头衔 他是总司令走指挥 另外还要来看到 中国宣称说 东风41已经发射成功 这可是全世界射程最远的飞弹 我们带来看到这一次习近平的样子不太一样 全的一身的迷彩服 其实这样一身迷彩服 代表是他正式的 也非常精准地掌握了 中国所有的军方的权力 这个最主要要放送出来的一个讯息 很明确了 也很清楚 那也就是要告诉美国 其实主要还是要告诉美国 或是告诉日本 也就是说中国不畏战 不拘战 不怕战 而且已经准备好 要战争的做准备 有嫌外之意的 那这个有孙子兵法的 不再要屈人之兵 因为目前双方中美都在做较劲 美国也是在秀肌肉 所以美国不但对中国秀肌肉 也对俄国秀肌肉 所以你会看到 美国跟俄国的关系也很紧绷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越来越紧绷 美国跟俄国的关系 是因为乌克兰 在大西洋 波罗的海 地中海 这个第三个地方很紧张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是在南海 东海 特别是在南海 这个地方很紧张 那这样的都很紧张的时候 美国也一直在展现他的肌肉 所以美国也打算要在韩国这边 要装这个SAT系统 真的假的 目前已经在谈到技术性的问题了 不是说不装吗 已经在谈技术性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 也要展现出 他的这种作战的决心 所以我也有很高超的 这个导弹这个技术就对了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也就是我们前段时间才跟各位介绍 中国大陆不是整个军区改革吗 七大改成五大 对 七个军区改为五大战区 也就是采用战区制 用地方的方划分 就是战区主战 然后军种组建 这样的几个原则 然后军委管总 好 三个原则 军委管总 战区主战 军种组建 这三个原则的时候 你想想看他们从宣布到今天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还有战区的联合指挥中心 全部都开设出来 你觉得快还是蛮 快 非常快 很快就整合起来 非常快 你就可以知道 在他们公布之前 事实上这一些在他们的军内 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已经逐步的在推动 那这一次是主动的释放出这个讯息 释放出这个画面 主要的就是告诉美国跟相关的国家 就是说他们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已经开始完成 那开始完成 你就会看到 这个习近平去视察的时候 他就在要测试 整个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功能 那你会看到他们 例如说他们的识别证要打马赛克 那表示什么 进入联战中心的 就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 他等级是最高机密的 不可以让你知道他是谁 做什么任务 他不让你知道 你他的那个识别证的方式 还有他有很多地方会打马赛克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总指挥官所做的正对面 他一定是一面一大片的电视墙 这一大片的电视墙里面 是要让他能够掌握全球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发展 自己国内的五大战区的 因为他要往外放射出去 要往外放射出去 所以你看 当他介绍到东部战区 东部战区就扩大到东海 这个整个海面 最热闹的这一块了 所以你看东部战区里面 他就会特别强调 他们本身有水文资料 有海象 有天后 然后所以等于是 你整个战区的海面的状况 都要出来 那如果说他们讲到西部战区 你就会看到因为西部没有靠海 所以他谈到了那就是整个大陆军的 这种作战的方式 换言之也就是说不同的战区 他本身的军备的配备不一样 辖区不一样的时候 他这个部分不会让你看 不会让你看说 假设我是东部战区 我管到什么地方 例如说我东部战区是不是管到太平洋的彼岸 我南部战区是不是管到这个印度洋的彼岸 那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画面他不会给你看 好 那军委的这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他就变成他跟战区之间 是用视讯的联络 然后他本身做的 看的一定是全球的 好 这个部分他也不会给你看 那是机密啊 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那他怎么看到全球的作战指挥 那换言之也就是 他们要透过他们的人造卫星 也是 透过人造卫星 要来看整个全球的各个战区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 也是一样透过人造卫星 来定位在他的小战区 所以他可以小到 例如说一个局部的城镇的空间 可以大到整个海面的一个作战 这样的情形 等于是他在告诉美国人说 我已经完成了 Ready了 我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们全部都着了就是迷彩湖 就是野战湖 着了迷彩湖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他们召开了一次作战的演练会议 他不只是去视察 而且在演练会议中的时候 他们要跟各战区之间 要来视讯联络通话 那你会看到他们的 本身的作业群都已经都做好了以后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进入24小时值班了 那也就是说一定会有高清官 开始轮流的在 这个作战指挥中心里面的作战 所以这个军委会的高清官已经建立起来的 战区的高清官也建立起来了 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的画面也都建立起来 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每一个战区所管的区域里面 如果有什么样的军事动作的话 马上回报 是有发射这个东风41的导弹 然后在这个导弹的测试的时间 就是在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卡特 到菲律宾南海去参加这个军事演习 登上他们的航空母舰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的军委会的副主席范从龙也到了永暑交 那也就是说他坐了军机去 那就表示什么 针对性的 也就是说本来卡特他是宣布 他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那么接着卡特宣布取消这个访问 故意的 对 故意的 就给你难堪 中国大陆马上第一时间就回应了 随便你不在乎 我也很硬的 你来不来那你家的事 我也没有那么欢迎你 好 那这样的情形就 彼此之间颜面都无光了 好 那也就是说你说 你本来说你要来 现在你说你不来 那不来了 我这边就说随便你 对 我也没差 你爱不来随便你 那这个你看 那这表示说我并没有那么期待你 好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已经产生变化了 接着卡特就说 那我要到菲律宾 去参加军事演习 然后我要去登上航空母舰 好 范朝龙就在这个时候 提前三天就到了永暑交 做了军机就过去了 美国一看 那范朝龙也来了 而且在永暑交 就直接到了他们的军事基地里面 那这等于是 彼此之间都在争锋相对了 变第二战场了 对 争锋相对了以后 那就看你美国人怎么反应 接着当你菲律宾 开始举行军演的时候 中国在南海这个地方 开始试射东风41导弹 那这个当然 也是故意的 这当然是故意的 因为东风41 目前美国确实已经证实一件事 就是他们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拦截东风41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听说是全世界射程最长的 目前是估计是应该是很长了 但是是不是最 我也不能讲 因为数据没有完整出来 但是一般估计 他们从他的直径 从他的结束 他们来估算 大概是在一万两千公里 到一万五千公里之间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可以打到美国境内的每一个地方 每个地方都打得到 每个地方都可以打得到 这是第一个 但是他这个东风41已经测试七次了 七次都成功 那七次成功的问题真正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这个导弹已经是很成熟 因为第一个它是固态的 第二个它是分岛系统 分岛系统也就是说 它出去以后 穿透大气层 进入太空之后 它的弹头可以打开 打开的时候 它可能是六到十枚的分岛头就出去了 这么厉害 那你六到十枚的分岛头 而且它是超高音速 大概25倍音速的速度 在飞行的过程里面 它本身还可以换轨在变换姿态 换轨在变换姿态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的拦截系统 你再计算都会来不及 这是第一个 学习调整 你计算来不及 那么第二个 它飞得比反导系统还快 所以你找到了 你计算完成了 你没有办法在你预设的地方 把它打下来 好 那在这个 它的分岛系统一旦出来的时候 你也不晓得它哪一个弹头 是十弹 就是核弹头 还有那些七底的 对 它有可能有些是假的 有些是真的 因为核弹头很贵 那我要让你知道哪一些是真的 哪一些是假的 你也不会知道 好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假设现在估计是五到十枚 有人说是六到十枚 好 分弹头 那你想想看 我只要一句东风41 我就有十枚的话 对 六到十 对 那我只要有十枚 我只要有十发 那我就有一百枚 对 你这样就可以理解到 好 那它本身 这个还不打紧 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就是我发射的方式 以前的发射方式 可能是固定式的 可是它现在已经测试成功 移动式的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它在火车上 在火车上发射成功了 那火车上发射成功 就造成美国也永远不知道 你会藏在哪个山洞 你会用装在哪个火车上 它也不知道 这样的情形下 对美国人来讲 我就找不到你 要等到你发射出去以后 飞行的我找到你了 才发现 我才能够开始锁定 可是它又换轨几次以后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应 可是它这一次是做什么呢 是公路发射 公路 在公路上面发射 在公路上发射 到处跑的意思 对 那也就是说它公路上发射的话 那你可以躲在寒洞 躲在山沟里面 躲在深山里面 那这样的话你更难发现 这样的情形 你想想看 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我发现你不容易 一旦 等到你发射完了以后 20分钟 还不紧了 可以达到我美国的本土 第三个就是 你已经成熟了 所以你已经准备要量产了 那你量产 假设你今天 你今天假设制造了12枚 那就120个弹头 你今天如果制造了50枚 那不是500多个弹头 是啊 那你有自己有这个能力 你又有这么多的分担头 我又拦不下你 这样的情形下 那我今天跟你中国大陆 我就不敢跟你直接的 来硬碰硬的较量 那不敢跟你硬碰硬的较量 所以我之前摆的那些态势 都变成假的 也就是说我在南海 我这个态势摆得很大 但是问题就是 你继续摆你的态势 可是我就继续摧田我的土 那就是把岛越来越扩越大 你每做一个动作 我就把我的岛扩大一部分 你每做一个动作 我就把我的岛更装上 更多的防卫系统 或是更多的作战系统 那等到你 姿态都摆完了以后 结果我把我的 所有的岛礁都填完 那你又能怎么样 我们来看日本修肌肉 他们要试飞这个 最新的逆中战斗机 可是没有想到本来要飞 要飞到后来 没有飞 说暂停 奇怪了 应该都瞧好才对的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出 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暂停 是不是因为发现到不妙 可能不会成功 今天飞起来了 飞起来了 星神今天飞起来了 你看 因为这个星神战机 其实可以说是日本 那个防卫省 最新的 技术研究本部 他们所进行的一个 就是技术验证机 这个技术验证机 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天 因为你要试飞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限制 当然是要在天气 然后风速 然后风向 然后整个大气 环境的条件下 都很良好的情况下 要做这种第一次的试飞 而且你看 它为什么第一次试飞 它飞机飞起来以后 对不对 它的起货架都没有收 它这种 就是我们在试飞上面 这种习惯来讲 你这个飞机 第一次离开地球表面 它的起货架是不收的 以避免说 你上面还有任何的系统 未真完善 然后飞上去以后 有一些状况 就来紧急反降 那现在也有人说了 这个星神 X2这个战机 怎么那么小一支 因为你可以看 对不对 它人在上面 感觉人很大 好精巧 对 就是人在上面 跟整个飞机的比例来看 它这个飞机 我个人看 它的大小 甚至于比我们的 金国战机 FCK-1B战机 都还要小 而且你炸弹挂哪里 都没看不到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 它是个叫做概念验证机 就是它的性能验证机 还是概念就是了 就是说它是要验证 它在上面所有的 日本研发出来的 这种隐形 也就是逆踪的科技 是不是能够真的有效 因为其实这种 概念验证机很多 它都其实不是 用实体机去做的 像比如说 美国其实它 它最划时代的一个概念 那个性能 概念验证机 叫做什么呢 叫做那个 它本身就HIMAT 就是High Performance 然后一个高机动性的 那个验证机 现在挂哪儿 挂在美国的 国家航台博物馆 它其实那个飞机 你去看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现在所有那种 大度称为那种 叫做压式布局 就是一个三角翼 然后前面加了一个前置翼 包括像尖石 台风 然后法国的哈法 然后瑞典的沟会寿 等等 还有包括以色列的 那个Lavi 少师 这种飞机 所有这种构型 就是三角翼 加一对前置翼的飞机 其实美国早就在 1980年代就测试过了 而且最后决定 把它挂在博物馆 为什么 因为美国觉得 那个逆中很重要 然后它挂在博物馆 那个飞机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小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 美国就是要验证 这种高机动模式 像飞行这种运动 这个特性 到底能不能够 跟它的科学家 或者说这个 就是这些飞机的设计师 所做出来这个 那个设计的概念 能不能相同 所以你可以看 这个星神战机 它这是起飞 它本身起飞后 它的这个飞机 你看你看 它这个起飞架没有收 第二 它主要要验证一下 它包括呢 后面它这种 所谓的向量喷嘴 等等 能不能够达到 它的设计需求 另外它的这个 包括像红外线的讯机 或者说是雷达的 这个反射的 这个雷达反射 截面机等等 是不是都能够达到 日本的这个防卫省 当初所设计的这个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本身 它只是一个概念验证 它第一次试飞 其实绝对不会做 什么很特别的 困难的动作 而是就是一个起落 起飞降落 平飞 一些大转弯 让它这个飞机 证明它可以 那个顺利的升空 当然升空以后呢 它降落了 今天这个进行 第一次试飞 而后还要进行 一系列的各种测评 那个速度跟科目 就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那当然其实这个ATDX 也就现在称为 X2的这个新神机呢 基本上来讲 它的之所以 要在这个时候试飞呢 其实当然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啦 为什么 就是当时 那个日本 其实一直想跟美国 买F22嘛 对 但美国不卖啊 美国自己只做了 180 190架走以后 对不对 而且换装的数量很少 大概只换装了 七个连队以后 就说这个飞机我不做了 因为太先进了 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飞机 可以跟我们 好骄傲 你不卖我自己来 日本这样想吧 对 其实日本当然是这样想 因为F22性能太好了 所以甚至于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这个生产线 当时只生产了 180多架 90架之后 就决定停产 当然最近 其实又很好玩了 美国的这个 国会议员 联合要推动一个法案 干嘛 要求美国空军 再采购 大概197架的F22战机 也就是说 它这个生产线 其实在五年前 F22已经停产了 关闭了 但是呢 现在美国国会议员 要求美国的这个生产 F22的这个公司 洛克系的马丁公司 能够再生产194架 不错啊 赚钱啊 但是你看 因为你中间 已经停了五年嘛 当然这个停了五年以后 当然这个飞机 它整个生产线的 生产过程之中 它有很多这种形架等等 其实是保留下来 这个飞机的生产 最麻烦的部分 你就在这些 那个标准化的 这些工具机啊 模式 要重新再建立一次 对 你要重新建立 你只要有保留下来的话 基本上是还好 但是就是说 你今天这个飞机 在这个世界 整个这个军机发展史上面来讲 第二次重新再生产 美国曾经就有一种 不过那是运输机啊 就是美国海军 舰上用的这个C2运输机 它曾经生产过一批以后 隔了30年哦 那种重新再生产第二批 还生产出来 为什么 还生产出来 当然没问题 因为第一批 已经用到受限了 但是第二批呢 发现 这个第一批的这个飞机 用得很好 那我们干脆就把这批飞机 重新再生产一次就好了 这种司机 那个在美国这种军机 那个研发史上 也不是没有 所以2011年关闭 F22生产线 它其实现在在美国 国会的要求下 有可能在2017年1月1号重开 然后当然这个部分就是 你美国国会要给钱嘛 你给钱什么事情 当然就好讲啊 我就可以生产了 当然当时美国之所以 就是决定了 就是F22只生产180几架 生产190架 不做一个原因 很大的原因 我们刚刚讲到 它有这个优势嘛 而且F22真的太贵 太好 但是现在他们发现 这种所谓的逆终战机 大家都有 而且呢 像中国大陆也有J20 对不对 然后俄国也有T50 对不对 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在测试了 而且马上可能叫 那个装备部队服役 那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只有180到190架的 这个F22战机 而且呢 这批F22战机 已经用了也快要10年了 要进行这种 所谓的中售性能提升了 所以那干脆嘛 既然要中售提升 它就重新 再把这批飞机在生产 而且呢 是用提升以后的 这个规格在生产以后 那这样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 它生产这批飞机 它的数量 对跟 针对这些所谓的其他国家 拥有第五代战机来说 它在数量上 就不会居于一个劣势 而且最重要的 日本现在在搞新神 对不对 对 当时美国说 我新国的F22 我不卖给你 不卖给你 就是不卖 但现在对于日本来说 它所受到的外在的威胁 它日本认为的威胁 是越来越大 所以它一定要搞 这个新神战机 因为以一个国家来讲 像日本这样的规模 它的航空自卫队 它一定要有一个 重型的战斗机 来作为制空权的争取 然后一个轻型的战斗机 来作为这种支援任务 新神算是轻型 新神它的这个尺寸 也就是它未来做 双发动机的大型机 它其实是个重型战斗 它可以跟PKF22吗 可以吗 日本做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是希望 能够PKF22 所以对美国来说 好吧 既然你要搞一个 双发动机的重型隐形战斗机 那我刚好 F22也有嘛 看看到时候 如果真的 你日本要搞下去 那我美国又要像当初对付日本的F2的重施顾忌 因为当时日本研发F2的时候 对不对 美国就说 我现在技术全部给你 最后日本做出来的F2 就跟F16几乎长一模一样 只比F16要大一点点 那好 那未来F22 美国就说 好吧 那我到时候技术给你 你也不要 证定你不要做 我直接卖给你一点 降阶版的F22 就是把F22拿来有些地方 调一调 第一比如说超音速巡航 它就不让它能够超音速了 卖给你 而且或对地的这个能力把它拿掉 让它是纯粹一个防卫性的空洞战机 美国说 那我就可以卖给你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空军自己又生产了快200架 再卖给日本 日本大概估算 现在保守估算 也有接近50架的需求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F22战机的生产 重新再来一次 我们台湾一直针对死刑的存费 有很多的争议 不但你看到在明朝的时候 因为明朝的时候 贪官污吏力很多 犯罪事情很多 所以他们执行死刑 是执行得很彻底的 不过那个执行死刑 有一点太残忍 听说把活人剥皮 身体塞稻草 或者是把你的肚子割开 把这样子拉出来这样甩 我听光听这样讲 会觉得还真的是太猛了 对 这就是要让你不得好死 对不对 那这个不得好死的一个创意 创造者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 一切都是他搞出来的 就是他搞出来的 那朱元璋 我们看到这图里面 有两个朱元璋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 真实的朱元璋 那个实在太丑了 你看右手边这个 对不对 八卦湖 山羊湖 看起来就是一副正义凛然 非常的温和 对不对 这个是假的 真实的 就长这样 厚道厚道的 然后这个还已经算是 美化过是不是 美肌 然后缩涂去做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流浪 然后到处就去打仗 他一定是比较皮肤 比较油黑 比较凶狠 因为他军人嘛 所以这里面完全看不出一个军人的个性 就是 就是不好看 所以当初画这幅画像的人 他请人家来画像 那画了以后呢 那画家都被砍了 因为画得太真实了 所以就死翘翘了 后来就有一个聪明的 他就把他画得很漂亮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然后回去以后 他在凭他的记忆里面 把真实的朱元璋给留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两幅图 所以意思就是说 谁判死刑 怎么处死刑 都是朱元璋搞出来的 所以他个性极端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父母亲就已经死掉了 因为那个援朝政府贪污腐败 导致于他们家就这样子 整个就很贫苦 然后又贫苦无一 那所以他就特别痛恨贪官 这些贪污的犯罪者 他就很痛恨 因为该给他们家的这些粮食 什么东西都被拿走 都被A走 所以他变成皇帝以后 他对贪官污吏就非常的狠 下手就很重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乱世 我要把这个乱世给整理好 然后让我的后代 可以把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延续下去 拨乱反正的意思 对 但他用的手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残暴 所以我们讲民不聊生 在洪武朝的时候 叫做官不聊生 很多当官的都很怕去上班 上班叫做快快乐乐的出门 都要错 他们是垂头上气的出门 因为皇帝很难搞 因为皇帝很难搞 他每天要跟他太太讲说 哎呀我今天要去上班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 等到下班的时候 活着一条命的话 就赶快去找他太太 来庆祝一下 我今天还活着 做事勿无章法 没有标准 有啊有章法 没标准 章法是他自己定的 他说了算 他说了算 所以他后来在大明律 还没有推出之前 他就写了 他主编的一本书叫做 预制大告 告本来是上书里面的一篇嘛 他自己写的 没有他请别人写 他说的都是法律的意思 他把这些案例变成一个案例 鞭血一样 告诉老百姓说 你犯这样的罪 你会被杀头 你犯这样的罪 你会被剥皮 你犯这样的罪 你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叫做预制大告 这在当时明代 是一本非常畅销的书籍 每个人都要有 每个人都要有 为什么他是畅销书呢 第一个他是皇帝主编的 是 里面有所有的犯罪的情节 他说了算 他说了算 你一定要去参考 要去了解他 而且呢 不管是你是哪个年级 国中小啊 或者大学啊 当时当然没有这个 就是你要去拿它当作参考书 因为考试会用到 会列入考试里面 还有就是 如果你家里面有这本书的话 万一你犯罪 你会怎么样 就是这个 这些律法人员 跑来你家搜 如果说 你有一本大告 那你可以减刑 那变互申服 他变互申服了 所以因为这样 他才会大卖嘛 不是这样的话 干嘛要去买 这本书 畅销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概卖了千万册 所以作者一定是发了 我如果是当时的作者 我一定很开心的 那 不过这里面 记载的一些刑罚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残忍 死刑 死刑里面有好多种 有零尺 那我们就知道 就是一片一片的 把肉给割下来 对 很恐怖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 有些就是他的发明 先看这个刷洗 刷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对不对 可是我怕他在冒烟 对 因为他是用一个滚烫的热水 煮好 然后把这个犯人 全身剥光 剥光了以后 让他躺在这个铁床上 这个铁床还是有玄机的 他不是这样平面的 他是一个像网状的 你躺下去是很不舒服的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水往你的身上倒 那你就会痛得哇哇叫 因为他是热水 对 这个非常的严重的 然后你看这个行行手 他手上抓了一个刷子 这个刷子是铁片做成的 尖尖的 对 是铁刷子 就把你刷刷刷刷刷 你已经被开水滚烫过 然后用铁刷子去刷 那多痛苦啊 那肉都烂掉了 而且都溅到骨 非常恐怖 这是朱元璋的发明 在清代的时候 满清十大酷刑里面 也没有这一项 这是他的一个独特发明 再看一个他去羞辱官员的 就叫停障 脱屁股打屁股 脱裤子打屁股 就是官员跟他劝谏 他听不下去 然后就打屁股 我们讲行不上大夫 可是对明朝来讲 就最喜欢修理这些人 那明朝的士大夫也是一样 就是我为了保持我的气节 我就算死 我也跟你拼了 所以拼了下去 就是这种下场 停障 这个停障会打到死掉的 会 你看他就是好几个人 把你抓住 然后用双手把你绑起来 让你身体是直的 其实中间这个屁股跟两腿之间 会插一个目障 为什么 那去稳固他 那他不要一直乱跑的意思 对 然后行刑手两个就开始打 一次行刑五下 一次五下 然后就换人 换人打 因为换人打力量更大 对 因为要这样保持这个行刑的品质 好变态 然后就是这样 最起码就是40下 所以被打下去 很多人是被当场打死 再看有没有比较不那么残酷 没有都很残酷 都很残酷 真的 下面这个产头会 产头会真是 那个是当时有一些这个平民百姓犯罪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愿意交税 他们逃漏税 逃漏税以后就跑去当和尚 结果这事情被查出来以后 朱元璋就很生气 他认为你故意逃税 然后就把你给活买 一次15个人 买到只剩下头 头在上面 不是把人活买 是买上去以后 你只露出头 露头 然后呢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大斧头 叫行刑手 从第一个砍到第15个 太变态了 这叫做产头会 这是很残忍的 你这样讲 我只能够体会 居然生为什么长那个样子 他的个性就应该是这样 这个向游新生 对不对 然后剥皮 剥皮其实有个正式名称 叫剥皮食草 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做 百败在粗坑 对不对 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你一个贪污犯 贪污60两银子以上 你就必须要除死刑 60两代值多少 60两在当时的一个支县 一年的薪水大概是45两 一年薪也在45两 大概是一个七品支县的 一个年薪还要再高 可是明朝是低薪制 所以平均下来 明朝的官员是很可怜的 因为他的这个新墙里面 什么都要包 包括特资费 交通费 薪水那么低 他带他屋别的钱 所以他就是因为薪水低 一个制度的问题 就变成是贪污腐败很多 剥皮的话就是你贪污60两 开始就是把你销售示众 先销售 剩下的颈部以下 就灌水银 然后把你的皮剥下来 剥下来以后去塞稻草 让他变得很充满 充满好以后 销售示众的头 回来补上 把它缝好 缝好以后 看他是哪边的官员 就放在那边的土地庙里面 因为当时的衙门旁边 都会有个土地庙去公布 他就展示给人家看 你下一任的人来看的话 就说哎呦 前一任竟然贪污 被人家摆在这里 工人唾骂嘲笑 你就不敢 他用这种恐怖的手段 这叫剥皮齿草 有没有阻吓效果 其实多少有一点 但是因为你的制度设计 就不良 导致于说后来的贪污 腐败情形 还是没有办法根绝 那朱元璋这一朝 最好玩的是 他曾经有一年 在轰五十九年的时候 派了三百六十四个进士 到全省去服务 去当支线 结果第一年就杀了六个人 因为贪污 那剩下不就三百五十几个 对不对 他们也全部都贪污 但是你不能把他们杀光 杀光就没有人办案 所以就叫他们 戴手铐脚铐 上去办案 那这样怎么办案 手铐脚铐的怎么办公 可以啊 可以用嘴巴讲 还是可以服务 对不对 这个叫做戴罪 死刑戴罪 戴罪戴职 你还是要去从事 你的宪官的工作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上面的青天大老爷 上着手铐脚铐 成何体统 底下的犯人 也是手铐脚铐 对 这哪一桩啊 对不对 所以就让他这样子玩 不过大告里面 也有一些比较 幽默有趣的 举例呢 比如说你 你的贪污不到六十两 对不对 我就罚你到北边 去肯大荒 不然就去南边 流放的意思 对 到广西捉大象 捉大象 对 几种处罚 是啊 明朝的时候很缺大象 他们很喜欢大象 因为祭祀典礼的时候 需要用到大象 还有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发现说敌人用大象来打 所以他们也有做这种方面的一个防备 所以起初抓大象的任务 是警衣卫去做 然后还想说 你们这些罪犯也可以去做 就是发配到广西去抓大象 大象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呢 是蛮特别的一种刑罚 就是免罪 但是去抓大象 那萧丑市众是比较平常看得到的 还蛮正常 抽藏我就觉得太残忍 非常的残忍 那这幅画里面看到的是说 从肚子里面抽藏 其实明朝不是这样抽藏法 他是用一个铁钩 从肛门直接拉 那个大肠头拉出来 然后用绳子把他吊起来 你整个吊在空中 差不多就死掉了 所以明朝的法律 这个抽藏 真的想起来就是很害怕 他是他的目的 就是希望 我这种不得好死的死刑 这么重 你们就不要犯罪 乖乖的 你的本分是什么 就做什么 你是木匠就做木匠 你是医生就做医生 各安其位 不要捣乱 然后他对他的儿子也这样讲 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 因为我要把这些障碍 全部搬你搬光 搬光以后呢 那就是一个自事 你就可以很太平的去管理你的生活 那朱元璋的这个苦心 有没有得到效果呢 没有 明朝从第一个皇帝 到最后一个皇帝 基本上我都认为 就是非常的偏激 就每个人都是怪咖 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怪 还有喜欢比自己大十九岁的 这种你也会要 整个明朝历史很奇怪 那洪武朝的特性来讲 就是一个字叫做杀 他要用以杀止贪 以杀治国 稍微再来讲讲到澳洲 听说当地现在这个草泥马料理 很受到民众的欢迎 台湾动物园当中 这个很可爱的羊头 就是草泥马 我们都觉得说 那个就是有时候会生气 会踢人家的 用脚踢人嘛 而且兔的口水很臭 听说在澳洲 他们好喜欢吃草泥马 他们怎么有办法 那个肉质感觉怎么样 对 可爱的草泥马 大家听到说 澳洲人吃它 你怎么舍得啊 太可怕了吧 澳洲人太残忍了 这么可爱 因为草泥马台湾有 很多动物园农场都有养 大家说很多小朋友 小孩子都会去 好可爱 好可爱 其实草泥马这个名字呢 它真正的名字叫羊驼 英文叫Apaca 那这个这样子的动物呢 在澳洲现在既然掀起了一股呢 它的这个肉呢 可以拿来当食用的蜂巢 坦白讲我也吃过 真的啊 什么味道 因为它在那个雪梨塔上面 雪短山巾上面呢 就有供应 这么高级在雪梨塔吃的啊 雪梨塔上面的雪短山巾上面 有草泥马的料理 那这个肉吃起来 它的味道其实呢 应该算是要比 比那个牛肉软 硬一点 比牛肉硬一点 比羊肉腥味低一点 而且我澳洲朋友跟我讲 这个羊驼的肉的料理呢 它有几个特点 现在为什么非常非常红 也很贵哦 因为它呢 低脂肪 低胆固醇 高蛋白 健康的肉类食品 会不会是肉商推出来的一些 标榜的一些想法 不过呢 这个医学人的报道来讲 确实它这个肉质是相当好 对人体上有益 而且哦 它很贵 一公斤 大概台币要1600块 那在市场上面卖的话 所以说相当贵 那光光如果一块牛排的话 可能就快1000块台币了 对 所以说你在那边做说 吃一块羊驼牌 那表示呢 这是你朋友对你很好 招待你很好 那羊驼呢 在整个切开 这种一发现 里面没有什么油花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料理 而羊驼 它其实 原来这里在安定斯山脉 南美洲吃它非常非常普遍 因为它当初安定斯山脉 当地南美洲人呢 他们就是他们传统的 算是肉类的作物 因为它用它的毛嘛 那肉也拿来吃了嘛 当地其实呢 当地安定斯山脉人说 这种以前是穷人家吃的肉 就现在翻身了 为什么 因为自从它的毛呢 可以做成非常好的这种 毛衣啊 棉被的时候 那这时候它整个的价值 非常非常非常高 因为一只羊驼的这个毛啊 它所做的这个被子 每一个原羊的那个被子呢 当然贵三倍 更贵啊 那个毛比它贵三倍 那品质应该更好哦 没有错 所以说呢 羊驼的这个毛类 毛制品呢 是非常重要 在纽奥之间 很重要的一个销售 现在呢 商人又把它的肉呢 推上了火线 所以说 当地人是什么 羊驼 整只羊驼都是宝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毛皮呢 可以拿来卖 它的毛可以做很多制品 它的肉呢 也可以拿来给人家吃 另外呢 他们还 就说 我会拿来